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章主要讲经典作品的欣赏 跟我的画的创作的一个过程 然后还讲一讲颜料的用法 这张是宋元小品里面非常经典的一张作品 它为什么经典 这个就是把东方艺术那种平面处理 非常完美的一张作品 你看这个鸟它的体质感应该是圆的 有厚度的一个弧形的 这个石流也应该是弧形的 也是圆的 但是来说它在这里表现 就是用一块平的颜色去处理 但是你会感觉到它这张画里面 这个鸟的重量感跟这个石流的重量感 为什么 就是它里面 这里面的这些黑的安排 它里面根据它的结构 里面把这个结构线完完全全的表达了出来 看这几块黑 你看这块黑 它这个形是这样的 这几块黑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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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跟这个白点形成一种对比的符印 把这个小羽毛的结构传出来了 要来说这块是大羽毛里面 这几个黑 跟这一个小的 夜间的这个黑的一个符印 底下更觉得是它这块黑 它不把它全填满 在这里留点白 这点白也是跟上面的这个黄白的这个颜色 跟上面的这几个颜色的一种符印 所以来说它这张画 也是画家对鸟非常的了解 经过大量的观察以后 把它里面的结构 根据它的结构线全部表现出来 还有你细细看里面的这些小的羽毛 好像是一根一根线 实际上说它是一片一片 形成的也是有弧度的这样的一种处理 这种处理就是把里面的每一根的用线用笔 都根据它这个料 这个圆形的结构去表达出来的 所以它这个料 它颜色是深浅是差不多的 但是感觉它有一个厚度 这个就是东方艺术的厉害 它里面这个石榴也是一样 它里面用了一些这些里面的这些结构 这些结构 它这些结构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些点 大的点在中间 小的点在旁边 它也是感觉它是会转过去的 它里面分氧的话 它用了有一个高氧 就是说这些叶子的分氧是低氧 这个以后还会说这个分氧的事情 这个画它里面采用的这个构图 是通常这个小品里面常用的构图 但是它非常的舒服舒展 它就是利用了这个绘画里面 最重要的那个疏密节奏的处理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密的地方 让它更密 把整个重量放到这里来 然后来说 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个鸟的嘴巴 叼着这条小虫 这个前面说过 就是说画面来说 只要有动的东西 就比净的东西要分量重 小虫的分 这个体质很小 但是它的分量很重 因为这个鸟叼着它的时候 这条虫还在动 所以来说 这个地方就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跟这个很密很重的分量 形成一个均衡的作用 在这个地方 这个竖叉 在建立也是这几片叶纸的作用 跟这些很多叶纸的 也起到一个均衡的作用 这里密就让它更密 这里梳就让它更梳 就是我们常说的 梳可以跑马 密不通风 这个也是绘画里面的一种对比的一种处理 也是均衡手法里面常见的 它这条画里面 两个边线冲出去 两个边线不冲出去 这也是很多小品常用的一种手法 所以来说它这条画 之所以成为经典 第一个这个鸟的造型 看似简单 但是它简单里面 它单纯里面 它里面很丰富 这里面丰富就是靠这些黑的安排 跟这些羽毛的结构 形成一个对比 感觉它单纯而非常丰富 而在很单纯的鸟的造型里面 这条虫在动 所以来说它一动一静 画鸟来说更重要 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是眼睛 一个是嘴巴 一个是它的爪 这三个地方是体现一个料 精神的所在 在这条画里面做得非常到位 就是说这个嘴巴的那种厚重跟那种厉害都传表现出来 眼睛的那种精神 也表达得非常到位 这个角就更是经典 就是说它里面的这几个安排 里面的力度跟这个树干的这种结合 非常的完美 所以这一张是宋元小品里面的一张非常经典的角品 这两张宋元小品来说是一张是留在故宫 北京的故宫 这张是在台北的故宫 这两张画 就是说有一个说法 在以前都说这张是这个画家林春画的 现在一个说法来说 这张才是真的 这张是后来人的一种房品 就是说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 所以来说只要认认真真 好好的把画画好做到位 两张画在目前来说也是国宝 所以来说艺术品 我的观点一直是 必须要每一张画做好做到位 做到最到位最好 品味格调方方面面都做到最高 它就是一张非常经典的卓品 而从两张画来说 确实这张画来说 画的感觉比较厚重 比较有分量感 这个厚重就是牵迁到前面所提到的一个是勾线的问题 它这张画的勾的线比这张画感觉要老辣 要厚重 这张画感觉比较细 比较轻 但是也比较优美 两张画来说各有特点 两个小鸟来说 这个小鸟跟这张画是非常吻合的 这个小鸟非常可爱 感觉像一个小孩一样 特别的天真幼稚 它把里面 这个很可爱的小鸟 跟这个很先论的 这个 是海棠果吧 或者是苹果吧 这个 也是反正是苹果的 里面的一种 是吧 它把它两个还非常协调 而这个鸟来说 它是比较厚重的 没刚才那个鸟那么天真可爱 但是单独看这张画来说 它这个小鸟 跟这几个苹果 也是非常的协调 因为这个也是稍稍比较厚重一点 这个来说 感觉到它里面 这几笔的勾线 这几个点显示了 这几个苹果是经过风雨的 经过沧桑的 所以来说 它跟这些叶纸的 有点破的这些叶纸 也形成一种呼应 它这种呼应来说 就显得这张画更沧桑一点 经历的比这张画要沧桑 这张画来说 感觉来说 是比较先论的一种感觉 所以在宋元小品里面 它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把形跟意 结合得非常完美 结合得非常完美以后 气韵才会生动起来 这个气韵生动是靠画家 整个思想 整个技巧 在绘画里面 一滴一滴一点的去慢慢地把它表现出来的 这里面是画工笔画的很关键的一点 再看看这一张 这张画里面 今天为什么这里是要几张画一块再说呢 因为它这几张画里面的特点 都是非常接近的 都是画这些果 树 有小鸟 但是它们画的都是这个小鸟 跟果的里面的一种复印 但是 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些有水果的地方 把小鸟交来了 但是它不去画这个小鸟 再吃这个水果 而在画这个小鸟 跟这个水果 这种和谐的关系在里面 就好像我们人 在欣赏这些水果一样 它把这个鸟也人格化了 在里面这些巧妙的安排 跟里面的这些业绩的这种造型 都是值得我们每一片 每一片地慢慢去推销的 它这里面 每一片业绩的 包含的里面的 着解的那种主客观的 结合的那种意味 非常的浓厚 这样值得让我们 每一片业绩的慢慢去体会 去品尝 然后来说 好好的去临摹 现在来看看我的这张着品 这张着品来说是 现在说是大概前十年了吧 带学生去写生 这张画里面 画的这些 就是在农村里面 秋天的时候 常看到的一种景象 就是把这个油菜花 这些菜纸收割了 以后放在那里 晒干了一种场景 而这几棵 是刚好他们 看到他们就说 这几棵是长得特别好 就说他们是留着 作为这个油菜花的这种种 在那里的 而这几棵来说 它里面 整个结构 整个造型 在当时来说 都让我非常激动 因为当时带学生去看 去到这个贵州 这个贵州来说呢 比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就没多少花草 可以画 学生都有点发愁 画什么 我带他们到田里面一看 这个东西挺入画的 就画给他们看 他们一看来劲了 慢慢慢慢 他们都找到了 很多素材来画 而这个东西来说 画的过程中 慢慢在体验里面 菜花的这个盖 跟这个菜花的菊 这种现根点里面 非常有意味在里面 而且来说 这里面包含着 农民的辛辛苦苦的血汗 在里面 因为这个来说 他慢慢慢慢观察以后 就看出了一种情感出来 在画的过程中 里面的在这些的穿插 它里面都是在这个留下来的菜种里面 很舒服很自然的一种场景 而在远处来说 有一群这样的 他们农民养的鸭 在那里很休闲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刚好跟这种丰收的 这种很满足的这种感觉 特别的吻合 就是到了一个没有烦恼 没有这些忧愁 没有人世间的纷争的那种环境 心里感觉特别的悠闲 一种舒服 就坐在那里慢慢地画 慢慢地品味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享受这个人间的这种愉悦 这种愉悦是一种丰收的一种愉悦 而且来说这种环境空气清新 来说让人的整个心情 整个精神都感觉上升了一步 这一步很重要 因为来说绘画 它是传达感情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图像 在里面把龙家的这种悠闲既得 在里面不管人世间的这种是非 那种美好的田园生活 充分地在这家画里面表现出来了 而且来说在那里一住就是一个月 在里面看到清晨里面的这种雾 跟旁晚的这种雾气特别地有意味 这个意味来说呢就特别入画 里面这种雾气 这种雾气来说呢就让整张画的这种 刚才提到的那种境界就完完全全地表达得非常的充分到位了 在这些油菜花的这些构图的安排里面 是里面把它是作为一种山水的那种感觉的去处理 因为来说在这里我看到农民兄弟的伟大 他们把这些菜籽种得那么好 而且来说一堆一堆的就算小山小山在那里堆在那里 所以来说这种感觉也是把画山水的那种感觉 融合 智责不智责地就在这个画面里面融进去了 出现了 所以来说这张画 表现的是也是龙家的一个小场景 但是它的包容的量感觉很大 就是它在里面有这种往外延伸的这种感觉 好 今天跟大家讲讲这个颜料 大家都清楚这个工笔画颜料是非常重要的 经常有学生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什么颜料不能用 什么颜料能用这个问题 因为来说我从知青回城以后 读了两年这个画工的中专 对刚好研究的就是颜料 所以来说经过那两年的学习 后来我感觉对我的绘画生涯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颜料并不是有些老师所说的 这个颜料不能用那个颜料不能用 实来说什么颜料会变颜色 什么颜料不会变颜色 什么颜色会掉颜色 什么颜色装表的时候不会掉颜色 这是后来加工的问题 实来说每一种颜料 它都有它的化学成分的分子结构在里面 就是说它分子结构比较稳定的颜料 它就不变颜色 分子结构它不稳定很活跃的颜料 它就会变颜色 就等于传统用的国画的花青 没有哪个老师说它不能用 但是它也会变颜色 就是说时间久了 它就慢慢变淡了 跑掉了 因为花青是用这个树叶来做的 所以它容易跑掉 而这些矿物质颜料 它一般是六个晶体的结合 它分子结构比较稳定 所以一般就不会变颜色 所以来说 这些传统买的这些珍珠银 这个珠砂 这种珠砂是在药店里面买的 就是说药店里面的珠砂特别的好 跟特别的漂亮 跟有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药店里面的珠砂是可以吃的 所以它里面的非常的纯 这里面的十氢 十氯 二氢 三氢 头氢 这些氢为什么分这么多个氢 实际上来说 它也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 把它研磨了 粉碎了 要用水来漂 浮在上面的一层是头氢 第二层的是二氢 第三层的是三氢 第四层的是四氢 所谓水溶性的颜料就是画出来比较透明的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水彩颜料 就是透明的一种水溶性的颜料 这个水彩的颜料在国画里面能不能用 很多老师说不能用 实际上也能用 问题用的过程中你要再加胶 因为水彩里面的胶是很微小的 所以来说它在酸脂里面它就容易跑掉 在用的过程中必须要加这个胶 它才能够把它稳固在这个酸脂或者是砖上面 这个矿物质的颜料现在很多 有各种各样的 有人工合成的 这种人工合成的 主要它做的质量到位也是非常稳定的 用这种颜料的时候要先用开胶水来里面跟它结合融化 用不然的话这些干的矿物质颜料一干了以后 它就会全掉下来 因为它本身是颗粒的没有胶的 所以来说在画画过程中工笔来说 它分一个淡产跟重产 上面还要再说 就是说所谓淡产就是以透明颜料为主画出来的画 是淡产 在这个基础上 在覆盖不透明的这些矿物质的颜料 覆盖在上面 这就变成重产 这个就是淡产跟重产的一个区别 中国传统的重产画的画法 是先画淡产 画到一定分量的 再加这个化物质的颜料 然后重产 这个当然也是要根据画面的需要 如果要画重产 中国画传统的画法就是这样画的 这里面的这些原料 这个国画原料跟这个水产原料来说 它本身原料的本身的成分是一样的 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用的胶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国画的原料胶比较重 这个水产原料的胶比较轻 那水粉颜料来说呢 它就在颜料里面加了填充剂 就是让这个颜色厚起来 画起来的时候 它有一种厚度 所以来说它也是胶比较重的 还有现在也有画家用的秉析颜料 秉析颜料用的胶就是工业用的胶 就是不能够再融化的 就是这个胶干了以后 它就不可再融化的 而明胶跟陶胶就是我们传统用的胶 还有更高级的鹿皮胶 这些胶它是干了以后 再用的胶 när的胶